主題是不顧北京反票 必須說明它是票選出來的東西 並不是有人怎麼樣 就是我們以來都會這樣票選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都會放一些時事啦 像是乳酪飯啊 48號 14號 現在要想等等 歡迎大家來參加 那這個是UD Talk是什麼 今天好下文裡面有這個翻譯機 翻譯共筆 這邊有翻譯的共筆 歡迎大家使用 那我們這個大送一天的流程大概是這樣 就是一開始先用三分鐘的時間來做提案 然後你可以來說明一下你想做什麼 那你需要誰來幫忙 甚至開源 接下來就會開始開工 從起點開始 大家自己到各自想去的地方去開工 那如果你沒有想要開工 你也可以就是開始做自己的工作 然後最後接下來在下午三點的時候 會有一個短講 一場八分鐘的短講 開放大家登記 那題目是隨行 最後有一個成果發表 在五點的時候 然後成果發表完後 就結束 那看大家要不要再一天吃飯還是做什麼 好那 第一個 我們做事叫 小米蘇會落差 所以 這個地方我們有一個 中研院的網路啦 就這邊可以連接使用 那不過剛才有朋友回報 就是說 Windows使用這個網路呢 會出現一些問題 那出現問題 Mac可以跳過去 但Windows跳不過去 Windows要解決的方法 就是打開開發者工具裡面 把HTTPS改成HTTP 那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請洽周圍的工程師 就到處請人幫忙 這邊工程師的力度蠻高的 所以應該很容易抓到人 那 這邊有沒有人現在網路 沒辦法成功連上 可以幫忙舉個手嗎 好好好 看起來 那那 等一下工程師就可以下去幫忙 那這個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好 所以就是找公司 那再來找到共筆 共筆的話 請到 HAPP點GOE點 不是GOE 不是GOE G0V 對不起 HAPP點G0V點TW 那這個地方 中間有一個本席共筆 本席共筆 就會看到這個HAPPFORD 那HAPPFORD 長這個樣子 那如果你發現 你沒有左邊的選單的話 請你看左上角 或者是 如果你是熟悉的話 請你看右上角 之類的 一定會有一些東西 然後你亂點一下 它就會展開來 然後這個地方是看提案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今天登記的提案 這不是我們今天 這是之前的 這是登記的提案 那 這邊的 就是有的人會疑惑 怎麼樣的一個提案 才適合呢 那其實我們這邊包含了 開園的提案 因為 這個地方我們都會希望大家 做出來的東西 是大家共用的 所以才要開放授權 讓大家都可以使用的成果 那再來是 如果沒有人做這個的話 那你就想辦法自己做 那鼓勵偷跑 那就是 如果你不會 不知道怎麼辦的 那就自己去找文章 把它學起來 然後自己把它搞定 那再來公平精神 就是 我們相信 我們應該要追求公共利益 跟蠻圖大眾的需求 那所以 如果路見不平 請法道向主 那接下來呢 你可以看今天會有哪些提案 那這個黑幅的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有沒有哪些 各專案的位置圖 你可以看到有哪些人 在什麼地方開槓 然後你如果對那個議題有興趣 你可以走過去去問問他們 有沒有需要幫忙 或者是去跟他們聊聊 好 那這是過往的活動 像是香蕉石道保送 然後 還有佛系黑客送 對 那這些過往的活動 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參考 以前的人 大概做了哪些事情 那如果你覺得那些專案很有意思 你可以把它寫回來繼續做 好 再來就是 怎麼樣在這個地方 交朋友 那第一次參加黑客送 那什麼交到朋友呢 首先 這個我們有非常多的技能貼紙 你可以看這些技能貼紙 去找到 你喜歡的 或者是你有興趣的技能 那如果你有需要那些人 你可以直接上去跟他交朋友 那再來 實際上有禮貌的入安入之術 好 那接下來 就是 就是 不要害羞 有問題就盡可能的提問 然後請問那個提問在哪裡 然後我想要做什麼 有沒有人一起 這些都是 以前補助的提問的方式 歡迎大家參考 那瞄準坑主 GinniV大使 還有黃貝欣的 不是產業公會 GinniV的 職成的參與者 那他們可以帶你們 就是告訴你說 你該往那邊去 這樣 那社群討論事情的方法 這個是我們的 社群守則 它來源是CostCover 新成員手冊 那就是 不能容忍任何人 對任何人 或是參與者 以任何形式而騷擾 然後也致力提 跟無騷擾的環境 給每一個參與者 那 如果有騷擾行為的話 請幾個提示 那也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會寫出指 那夥伴是謙虛的 團隊是歡樂的 做事是熱血的 行為寫這樣的氣氛 那 盡可能的給予正面的建議和執行 那也對事情來批判 但是不要一直把批判到人的身上 以及有向回應新人的提問 那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做什麼 你可以從幫忙做紀錄開始 所以不要覺得很苦惱啦 就是你可以先到Hackhead上面去做紀錄 或者是 這個是使用Hackhead的方式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比較常用的Hackhead 那Hackhead的編輯方式 如果看到都是白白的 但其實你點這個地方的E 它就會變成可以編輯的方式 那裡面的語法是markdown 如果不知道是什麼 根據我們GTV的精神 就去圖一下相關的文件 那有問題的話 翻譯提問 你就可以學會這個技能 那鍵盤參與之數 如果你今天是看著直播參與的朋友 那你可以去GTV的粉絲團 像是後勤中心或寫廟哈拉區等等 那或者是進入Slack 那這是Slack Slack就是有一個join.gTV.pw 你進去後填寫自己的Gmail 或者是不用Gmail 就是你自己的Email 你就可以收到邀請信聘也加入 那加入以後 自己登入以後 就可以進到這個這樣的介面 那最終的新手任務 就是吃東西 只要熱身的吃東西 聊天就會產生專案喔 但是會議室裡面記制飲食 所以請你在外面聊完以後 再進來會議室開幹 好 吃吃喝外面請 那最後就是沒有人 就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那你就想辦法自己學起來 現成人就是沒有人 好 那這是臨時政務的宣言 我們來治癒四方 我們進行言論自由跟治癒開放 自主參與生活開放 我們很歡樂 也想改變現狀 我們去重新化 實踐流動民主 好 如果你想要看到特定專案加速進行的話 你可以想辦法參與專案贊助 勞力也可以捐款贊助 舉辦黑客送或直接支持特定的專案 好 那如果你認同的話 就歡迎來GTV 好 這是GTV的模式 人坑鬆 一個開運模式 行動主力跟公民精神的精簡 希望大家可以在這個地方盡可能的 盡量挖坑 可以坑填空 只要有坑 大家都是GTV的沒有人 盡可能的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也歡迎大家能夠隨時的手動修正 既然來大松 就要望自己一切為眾生此 明火莫 好 Happy Happy 好 那這次的不顧北京 反正黑客送 在中間 好 那就謝謝大家 給我看 還沒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